我是真的看不下去了 最近海外有一个给河废水洗地的视频 在海外华人圈疯传 视频里 他用中国秦山大跃弯等核电站 与日本福岛核电站的川的总排放量做对比 最后得出的结果 就是中国川的总排放量更大 更污染环境 很多海外华人都信以为真纷纷转发 大哥 咱专业知识可以不懂 但是常识一定要有 这个视频得出的结论 是一个正常运转的核电站 比人类历史核事故最高等级的福岛核泄路 还要污染环境 这不是扯淡吗 那照他这么说 每个国家的核电站所造成的污染 都相当于是切尔诺贝利了 这个博主还说了 这里面只有川的含量略高 经过稀释后是非常安全的 首先为啥这些洗地博主一直在强调川 就是因为日本那边外宣部门说了 把核污水叫做川水能够转移重点 让人误以为这里面的有害物质只有川 实际上里面可能会有上百种放射性物质 如果你要单纯比川的总排放量也行 那你为啥不和美国比 美国核电站川总排放量世界第一 那你为啥不去和海洋本身比 海洋里面本身就有船 那不更多了吗 说句不好听的 尿和水的氢分子含量还一样多 它俩你喝哪个 另外你所说的和海水一比一 稀释后非常安全 也是真够敢说的 这些放射性物质和盐它不一样 盐通过加水会化开 从而稀释它的浓度 而这些有害物质体积太小 加水只会稀释它的密度 它们就有点像是水里乒乓球那样 从一平方米内有十个平方米内 变成七平方米内有十个 那只能说明你到时候吃海鲜 吃到有害物质的概率降低了 毒性不仅丝毫没有变弱 再加上生物负极作用 毒量还会一直累加 我也不知道为啥这么缺乏 常识的视频会有这么多人支持 下面让我们评论到 河废水就应该排到海里 不然现在海边的意义是什么 看到这我一下就明白了 那好咱们退一万步来讲 我们就假设这次和污水排海 对人体伤害为零 那也没有任何洗白的空间 因为日本这次和污水排海 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 它污染的不仅是全人类的环境 更是突破了全人类的底线 未来如果有其他国家发生河泄露 他们一定会参照日本 到时候真的就是浮水难收了